环球网军事12月11日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刘洋特约记者柳玉宏 根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此前发布的消息 中俄两军将于12月11日至16日 在北京举行空天安全赴20017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 虽然中俄军方已在强调该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但在美国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 构成相当威胁的背景下 中俄两个大国的军队将要如何演练反导成为外界关注和猜测的焦点 模拟反导连言只是摆弄鼠标 此次演习是2016年5月23至29日 中俄在俄国防部空天防御部队中央研究所及地举行空天安全演习后 中俄两军第二次举办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 也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坚在上月记者会上表示 双方将通过共同演练防空反导作战筹划指挥或力协同等内容 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两国领土的突发性和挑衅性打击 演习由空军具体承办 未来中俄双方将根据需要加强在防空防导领域的合作 巨恶新社报道 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的目的是高质量的提高俄中军队之间的协同水平 以应对现代挑战 同时强调此次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对 与此次演习的细节 两国军方都口风很紧 不过从俄罗斯媒体对于第一次反导计算机演练的报道中 可以看出一些斑迷 巨恶媒披露 二中空天安全副2016市首长司令部级的演习 演习小本完全按照实战行动模型进行推演 双方军事人员共同演练如何指挥空天防御作战 重点是演练集中指挥作战之单 少尉与导弹预警系统 反导系统 空间监视系统 发射和监视目标 还要检验观察和通信系统的作战效率 以便在第二阶段野外演习中使用这些技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1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中国国防部宣布的演习内容来 看这次连演要比第一次更接近实战 当次更高 如果这次也参照第一次演练的模式 那第二次演练有的项目还需在野外进行 二专家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佐证相关观点 二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瓦西里卡森认为 俄罗斯的S400、S300和中国的红旗-9将参与空天安全-2017模拟演习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 在本次演习中 两国军方将在虚拟空间模拟真实威胁及采取对抗行为 指挥员将利用自动化指挥系统和防空系统进行模拟发射 对于演习目的 俄国家军火库杂志主编维克多姆拉霍夫斯基称 这一眼 习是为了测试防空和反导系统的兼容性 这里指的是双方信息交换模式 数据传输匹配及其他技术问题等 这一联合演习实际上是预防美国和朝鲜的不可预测性 俄罗斯反导实力已不如中国 冷战是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 竟将发展反导武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反导实力被严重削弱 世界反导博弈有两个玩家变成美国一家独大 但近年来随着经济恢复 俄的反导也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某些方面的水平已重登世界之巅 近年来随着中国反导实力崛起 一些分析认为中国是否已替代俄罗斯成为反导强国 理由之一是2010年1月我国首次成功进行陆基中断反导拦截实验 有国内媒体宣称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中断反导的国家 今年上半年中国航天科研部门曾公开宣布已成功研制新型空天防御导弹 可在数万米高空引起以10倍子弹速度来袭的导弹 大约相当于27倍音速 外界将这一指标于美国的战略反导 GMD系统比较 GMD系统可拦截最大射程超过1万公里 最大速度达到24倍音速的洲际导弹 号称世界上反导能力最强的系统 因此有分析认为中国以机身反导强国之灵中俄反导演练的政治意义要高于军事意义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国演 营研究员时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此不完全认同 首先当2010年1月我国首次中断反导试验成功时 二著名的中断反导A-135系统早已服役汉之班十多年 其次2014年7月我国第三次陆基中断反导试验成功时 俄罗斯的新一代中断反导A-235系统于同年11月以机动发射车载方式发射了名为努刀尔的反导导弹 成功了结议美卫星目标显示二反卫星技术较美国还先进 美国GMD反导拦截弹都是地下固定型发射的 而且从没拦截过卫星 最后近几年我国在一些国际航展上公开展出的防空反导战术武器 如仅从技术数据上看 比起俄美同类战术反导武器还有不少差距 因此中国要从航天大国发展成为航天强国或从反导大国成为反导强国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通过演习相互借鉴 在俄罗斯军事学术界颇有名气的俄军工信使周报主编米海尔或达连诺克认为 中国可以利用演习机会了解和学习俄罗斯的空天防御战术思想以及武器作战防御思想 并使之融入武器装备之中 据国眼影介绍 按照恶权威军事专家的理解 恶空天防御战术思想就是在承认恶反导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 如何以薄弱的防御来抵御强大的空中进攻 具体说来就是预先防范 保存实力 捕捉战机 坚决粉碎打击 并提出发展空天防御 最合理的方法是完善导弹预警系统 缩短反应时间 提高指挥技能和作战效率 强化武器装备的电子对抗和抗干扰能力 郭眼影认为 俄罗斯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安全环境 从来就非常重视空天防御武器装备的发展 它已入抗墙的指导思想值得中国参考 在经济困难条件下 人能研制出一代又一代新型武器装备 且指标领先 表现不俗 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不过也有恶专家认为 演习不是中方单方面学习的过程 而是双方受益 维克多姆拉或福斯基认为 恶中想共同对抗导弹攻击 就必须在短期内在战区导弹防御领域进行合作 目前中国正在建设T次反导系统 该系统包括地面和空间系统 中国在这一领域还落后于俄罗斯为了完善自己的反导系统 中俄签署了S-400系统军购协议 中方希望拥有在中段和末段弹道轨迹断拦截弹 弹道导弹的能力 同时中国正在建设俄罗斯目前拥有的导弹 疫情系统在当前形势下连沿表明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的共同利益 中国对俄罗斯在反导领域的经验感兴趣 而俄罗斯则希望依靠与中国的新合同获得商业利益 您看完这条新闻的表情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